今天這次發佈會是相當之好的 我們有前議員在這裡去講整件事 究竟現在這個制度 或者這個新的外國者治綱之下 究竟我們在面對著什麼問題 都很幸運 榜上有名的 有些都跟本人有些交集或者交往 所以都可以方便一些評論這件事 但首先我想致敬一下 剛才你也提到 文言也提到 其實講得出有名的是50%左右 但我們可不可以理解 由於有12%他講的不是現任的議員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其實上38%的受訪者 是講得出對的現任立法會議員的名字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比我們相中更少 由於有些他講錯了 他不是現任的 所以其實那個情況 如果說要講得對 到底是不是講到現任做立法會議員 應該就扣除了 大概50%和12%應該只剩下38% 是很可憐的 其實就是那個情況 所以其實文言都準備了給我們評論員 其實都有一個這樣的圖 我們都會看到其實那個歷年來市民 對立法會議員的認知程度 已經跌到一個谷底 但是我們看到剛才的數據 其實我們已經很給面子 我們都沒有特地把答案 不是立法會議員這件事都忘記 但是如果真正的情況 其實是比這個情況更加令人擔心 所以我都會覺得那個認受性其實很有問題 還有剛才我覺得教授都提到 其實現在那些人都不知道找誰 他們大學院的議員也都不是在區裡出來的 加上現在很多區議員都根本就不存在 令到其實我相信已經有一個 叫做disconnected和一個斷層 即是長遠 因為短期內他們都未必有一幫新的區議員 可以或者關愛隊或者做那些事情 這個其實是會對居民、對納稅人 其實是相當不公平的 是的 請容許我手手去評論一下 評價一下這些民望的數據 民言這個機制當然它要提名了之後 它有相應地的awareness 即是認知度才會幫它評分的 我覺得這個是公平的 因為可能有些提起兩次 然後由右評到高分到右評到低分 那個都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意義 我們見到有一個 就是今次比較在一個知名度那裡 有一個反常一點的就是李慧琼的情況 就是小友是由之前21%升到25%的 而其他的所謂五大議員 其實都錄得某程度下降 所以我會認為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為 在這段期間李慧琼有很多新聞 可以猜測他是不是做人大常委 做了之後會不會是社會民建聯 那些你見到他當然是會對他的知名度 是會有幫助的 但是當然李慧琼其實你都見到他 就是我這裡再看不到前面 但是如果你相對於譬如 譬如葉劉淑儀和田北辰 他有一個這麼高的知名度 這個是都比較意外的 因為其實他都是一個比較 我不可以說低調 他其實不多發言或者不多出現的幾位議員 或者政治人 政治人物 所以這個是我可以大家去再對話一下 所以我都很猜疑譬如葉劉淑儀 其實他跌了5%這個變化其實是很大的 就是說就這樣數字上 其實看到他由17%的認知度下降到11% 這個是田北辰都有相似的現象 這個會令人比較擔心 就是其實你會見到其實這兩位議員 已經是五大立法會議員的評分是最高的兩位來的 但是原來的認知度都會有一個這麼大的跌幅 那可能也是除了現在新的政治現實之後 也都可能是市民的 應該說他們沒有一個機會 沒有一個適當的舞台給他們去做他們監視政府 批判政府的事 因為你見葉劉淑儀 其實我認為那個知名度很難會下降 因為他同時是行會的召集人 其實他的見譜率也很高 這個下滑其實也是一個要再觀察多一兩次的事 這兩位議員其實他們評分都是普遍地高 其實都發明出市民都很想有批判性的批判力的 也會監視政府的 還有甚至是想到一些解決辦法的一些議員去做事的 但是無奈現在你見這些議員已經不多 因為你見譜如田北辰、宜劉淑儀 他們都算是那些無有怕的那些議員來的 他們通常即使有可能中聯辦大樓的壓力 各方面的壓力其實他們都會等得住 會直接出來講到他們心裡面所說的東西出來 但是很不幸就是現在越來越少人認識他們 我們會看到香港這個政治環境那種轉變 又是一個值得觀察的事 梁美芬我們知道他是選委界的票候 就是票王 最多一個 不是大爺爺最多一個 所以他會有一定的知名度可以理解的 何君堯我們看到其實他近年都相對低調的 但是我相信他由於之前積累下來的所謂民望 那是相對扎實的和相對勁的 所以這個他都會維持在那裡 那是啊 理事經這個現象我會覺得比較 就是比較可堪換味 因為當然這個本來這個調查應該是五大議員 但是其實我想應該他是上一次性之前上了榜 所以現在我們會繼續追蹤著他 就是我們這次都是排第六 就是排第六 他不是都是這麼大的 但是這個對他不知道是禍還是福利 因為始終我們都會有個數據 會看到其實每一屆的立法會裡面 其實最受歡迎和最不受歡迎的議員是變兩位 那當然 剛才我都講到 就是要那個知名度夠高的才會是幫他評分的 那所以 理事經他這次上了榜之後 就是變相令到他現在其實實質上是 今屆就是第七假立法會的最不受歡迎的議員來的 不過當然有其他當然肯定會有其他給他更大分 不過由於知名度不夠高 所以排不到一個榜上的議員 那所以總體來說我都是覺得 就是現在這個立法會的情況 就是他認知到那裡是 我會用孫子的攔枝語音 就是你都不知道他是什麼 也都好像躲起來了 就是有時候我都要問問我太太 這個誰來的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他 然後有時候可能看了他那篇文 他原來他叫什麼什麼 然後立法會議員 那原來這個是立法會議員來的 那我才會認識得到 所以對於我們在那個圈內 都會有認識的人來講 其實現在是一個真是很不 favor 對待一個很不利很不好的情況 這樣的環境 那這個其實是需要改善的 就是都是那一句 要有下寶龍有下主任 我們下來看看發生什麼事 那是的 也都容許我好 很快地說 其實評分我們都見到 其實是有一個普遍的下跌 我相信這個都呼應上一次發佈會 在講特首的民望 那個下跌 因為我想之前的上升 就是隨著香港的疫情 慢慢的解消和復常 那個民情會有所提升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我想大家到現在 復常都去到某個地步 都會發現到 政府只不過是一堆 可能很喜歡做公關的一件事 但實際上要做的事 是沒有解決過的 是香港上的問題 甚至是有些事 我們會見到和疫前的問題 根本就一模一樣 甚至由於疫後的關係 令到現在更差 或者令到解決的可能性 變得更小 所以我想這個 一個全面或普遍下跌這個現象 這個跡象 我想可能會繼續持續下去 因為市民應該會用一個 比較正常的心態去評價 他們的特首、官員和議員 所以大致上我想 觀察都是這樣 我們看看大家有什麼想法